2016总统大选政见会最终场 三人依旧火力猛烈 朱宋两人更结盟 用美猪议题围攻蔡英文 这两天美国国会报告 已经说出来 如果您当选的话 就会开放美猪的进口 而蔡主席并没有跟 我们猪聋盟沟通 也没有跟消费者沟通 也没有跟国人沟通 这不是黑箱 什么样是黑箱 听说吴钊燮秘书长 在您如果当选之后 两三天就要到美国去 到底是不是到美国 去准备表态呢 还是对于您的旧之眼说 要去表态呢 要不要开放美猪的问题 目前言之过早 对于是否开放美猪 蔡英文用标准答案回应 主任人反馈 不能每次都这样堂塞 双方连日交战始终无交集 蔡英文干脆另辟战场 白色恐怖的时期 许多外省的族群 被国民党政府迫害的事实 也是值得我们重视 沈级矛盾在这次选举 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战的议题 未来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也会确保 他永远不会在这个国家 再度发生 呼吁抛开常年沈级纠结 蔡英文也提出证件 拉拢原住民及新住民 但朱立伦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件会成了朱蔡宋另类辩论会 把握最后争取游离选民的机会 记者李世健张良浩 SNG小组台北报道